阿宝这是在干什么 原来是咬树枝剥耳朵呀 这是为啥呀 事情还要从前段时间说起 一天阿宝像往常一样找七仔玩 不知道聊些什么八卦 太兴奋了 一不注意就把耳朵递上去了 等阿宝想起七仔视野生熊猫的时候 耳朵少了一块 变成斑手型了 这下好了 再劲爆的八卦都没心情听了 连忙跑到一边摸着耳朵反思自己的大意 关于耳朵被咬事件 阿宝自己都没有太放在心上 就当是朋友之间的不小心 可在吃食物吃得好好的时候 发现有人一直在自己的身后 议论着自己的耳朵 说得难听了点 阿宝文言转身过去 说不许笑我 阿宝听到游客议论后 从此就变得敏感了 没事就用脚撑着下巴拖着流 就算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也这样 常常思考着熊猛 就因为丢耳朵还导致丢脸 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 把我被咬的耳朵补回去 于是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只见阿宝使劲地咬着树皮 咬下来一块后就往自己的耳朵上来 倒通了一会后 发现怎么也安不上去 哎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这块树皮不行了 我再重新咬一块试试 阿宝这边忙着咬树皮补耳朵 想来弥补自己的心理音乐 而肇事熊猫七在那 完全没担心被咬的阿宝 只顾着给自己辟咬 阿宝